昨天我们看了一些动物身上的演化现象 包括骨骼的出现 四肢的出现 翅膀的出现 这些让我们知道 演化没有目的 也没有人设计 任何一个保留下来的特征都不是白来的 有得必有失 最后我还给你留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一个方向的多种生存优势 往往不能一起保留下来呢 比如说 不但可以长距离飞行 还拥有灵活前肢的新天翁 虽然大自然没有给我们答案 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 假设今天真的有一种超级新天翁 两扇大翅膀末端 是一双灵活的可以织毛衣的小手 这种新天翁 是不是比一般的新天翁厉害多了 当然要厉害多了呀 但我们知道 基因总会随机突变 可能有那么一天 一些控制手指生长的基因突变了 新天翁只剩下一双大大的翅膀了 那它还能活下去吗 应该还能 因为其他正常的新天翁 也是这么活着的 那如果有这么一天 一些控制翅膀发育的基因突变了 导致超级新天翁不生长羽毛了 而只有一双能织毛衣的灵活的小手了 那它还能活下去吗 这个呀 咱们说不准 毕竟自然界没有鸟类 只凭灵活的双手活下来的例子 但呢 大概率会比既没有手 又没有羽毛的新天翁好过一些 于是生物在某一个方向上 拥有多种优势的情况下 只要变异导致的弱化 不会让这种生物连后代都没法延续了 那它就可以凭借小车不倒只管推的逻辑 继续演化下去 所以一个方向上很难叠加多种的优势 你可能觉得这是一种不完美的残词品 但演化没有目的也谈不上设计 活下来的就都是好样的 任何保留下来的特征 都拥有无限接近于生存必要条件的属性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人类在演化中的缺陷 当然啊 这个缺陷呢 是带引号的 因为这要看 我们把这些例子用在什么场合了 为了方便你理解 接下来呢 我们先把它用在可以被称为缺陷的场合 然后呢 再用在可以被称为优势的场合 首先是周状动脉硬化 这是今天中老年人健康的头号敌人 就是一种稠稠的 年周一样的斑块沉积在血管内壁 越积越厚 而且很难跟血管内壁剥离开 不像牙结石那样方便脱落 而更像是长在血管内壁的伤疤一样 这会造成血管狭窄 血压升高 甚至阻塞了血管之后 还会导致各种严重的问题 有人说 这是最近50年 人们吃的太好的结果 但实际上呢 近50年 只是让它变得更严重了而已 这个疾病最早的记录 来自于5000年前的埃及文字中 也就是说 在人类还远谈不上吃饱喝足的年代 周状动脉硬化就已经存在了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基因变异后的缺陷 这个基因 叫做CMAH 它造成周状动面硬化的原理是 简单的说 CMAH基因会编码一种酶 这种酶负责把唾液酸 NEU5AC 转化为 NEU5GC 两个分子只差了一个枪击 在其他哺乳类动物身上 CMAH都是前一代的版本 所以其他的哺乳类动物体内 天然的就有 NEU5GC 而人的体内因为CMAH突变了 于是就没有 NEU5GC 于是在漫长的历史演化中 NEU5GC被人体免疫系统当作是外来入侵物质 换起免疫系统杀灭它 这种成分在加工的红肉中大量存在 于是如果人总是大量的吃红肉 就增加了免疫系统对其杀灭的动作频率 你想一万次行动中有一次是误伤 那误伤的场所既有可能是在血管中 也有可能在直肠中 在血管中 免疫系统误伤就是周状动脉硬化的起因 在直肠里 误伤积累足够长的时间的结果 就是直肠癌的高发 这也是今天很多医生建议少吃加工红肉的原因 而如果人类的CMAH基因依然保持上一个版本 那就没有这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了 好 看上去呢 CMAH编译是一个缺陷 但现在我要从优势的角度重新介绍一下 人类版本的CMAH基因突变了 我们知道 人类从树上下来之后 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能吃饱 靠的 就是能够持续追踪猎物几天的时间 最后把巨型动物累到无力抵抗 换句话说呢 凭借的就是无以伦比的耐力 而人类这个版本的CMAH基因的突变 就是耐力增加的因素之一 在对小鼠的研究中 科学家们发现 CMAH基因缺陷版 也就是人类这个版本的小鼠 比正常的小鼠奔跑速度快了12% 奔跑距离增加了20% 腿部肌肉线粒体数量增加 更不容易疲劳 而这个呢 正是早期人类赖以生存的巨大优势 相比50岁以后高发的周状动脉硬化 在200万年前 人类祖先几乎是完全活不到那个岁数的 所以即便有潜在的缺陷 也没有表现出来的条件 其次要说的一个基因病呢 就是镰刀状贫血症 这是一种隐性基因遗传疾病 正常的红细胞是圆形的馅饼一样的状态 中间凹陷四周饱满 如果把馅饼的皮切开 那里面就是成千上万的血红蛋白 它们会和氧气结合 再把氧气从肺部运向身体各处 由于基因突变 镰刀状贫血症患者的血红蛋白结构 跟普通人不一样 这个馅饼里的血红蛋白释放氧分子之后 会倾向于手尾相连 排成一根杆子一样的结构 制动在血红细胞内部 于是最终血红细胞的形态 就是肠儿肩的镰刀形 一大堆肠儿肩的血红细胞 就像竖刹一样卡在了血管里 没法参与之后的氧气运输任务 阻塞发生在不同的部位 就呈现出不同的病症 阻塞在肝脏就影响免疫系统 后续各种感染高发 阻塞在肺部就是各种发烧跟呼吸困难 在眼睛附近就是视力损伤和视网膜脱落 在大脑附近就是中风 这类不正常的红细胞的寿命只有十几天 而正常的红细胞寿命是120天左右 这个病的患者今天有80%集中在非洲 另外15%集中在阿拉伯地区和印度 患者痛苦不堪 在发达国家病人的寿命在50岁左右 这是从缺陷的角度看镰刀状贫血症的 但如果从优势的角度去看 今天的科学家也找到了这种表面上看 缺陷太过严重的基因突变被保留下来的原因 那就是预防瘧疾 瘧疾是一种通过蚊子传播的疾病 瘧原虫在血液中繁殖 患者发作起来痛不欲生 一天有几次 持续终生 头疼 发烧 抽搐 昏迷不醒 口吐白沫 那瘧原虫生活在哪呢 主要就是红细胞里面 瘧原虫需要过多久才能在红细胞里 从幼虫发育到成虫呢 那不一定 要看红细胞里的营养有多少 大约是在8到25天之间这么一个范围 而镰刀状贫血症患者的红细胞 本来就养分不足 于是 虐原虫寄生在这里面 就容易营养不良 需要更久的时间才能变成成虫 又因为这类不正常的红细胞的寿命 本来就只有十多天 于是 那里面生活的一大半虐原虫 都来不及变成成虫 就随着细胞的死亡而死亡了 于是 镰刀状贫血症患者的基因 变异 在瘧疾广泛感染的地区 就这样保留了下来 今天 90%的瘧疾患者集中在非洲 也和镰刀状贫血症的地理分布 高度重合 最后一个要说的 是由基因突变导致的性状 直到今天依然是社会矛盾 种族战争 道德批判的核心 那就是肤色 今天全球所有人的祖先 在距今三万年的时候 都只有一种肤色 那就是山褐色 只不过后来 一部分人迁居了高纬度地区 经过几千年的时间 肤色开始变浅 决定肤色有多黑的基因 有很多种 最重要的有四种 它们有的负责黑色素的制造 有的负责向外运输 有的影响黑色素在表皮的沉积 有的负责协调光照 在漫长的演化历史上 人类为了能够长时间的跟踪追列 不得不退去毛发 更好的散热嘛 而最初裸露的皮肤 跟黑猩猩是类似的 粉粉的 但这样的肤色 会导致阳光中的紫外线 伤害皮肤 产生皮肤癌 更重要的是 这样的肤色 紫外线会分解 流经皮肤表面 血液里的液酸 其实啊 阳光分解液酸的问题 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大多数白皮肤 跟黄皮肤的人 皮肤是抵御不住 阳光中的紫外线的 严重缺乏液酸 会导致孩子 早期神经发育异常 今天 每个女性备孕的时候 都会收到提示 要提前三个月 开始补充液酸 如果等怀上了再补 都有点晚了 就是这样的道理 所以皮肤癌 这种需要晒上十年 才会有影响的问题 倒是其次的 人类皮肤变成 深褐色的最主要原因 是能提高 对液酸的保留能力 但是 浸紫外光 也不完全是有害的 因为皮肤也靠它 来合成维生素D的 潜体物质 有了维生素D 身体才能 很好的吸收钙 三万年前 转移到高纬度的人 因为皮肤最初 是深褐色的 阻碍了适量的 浸紫外光 摄入皮肤 于是就导致皮肤 合成维生素D 潜体物质 大幅下降 影响钙的吸收 接着就是 心骨骼生成素D下降 骨骼软化 骨质疏松 于是浅皮肤 又被重新筛选了回来 也因为女性怀孕的时候 对钙的需求量 远远高于男性 于是一般来说 不论什么种族 在同一族群内 总是女性的肤色 更浅一些 人类皮肤 从肉色变成了深褐色 再变浅 已经谈不上是 优势还是缺陷了 正如导致周状动脉硬化的CMAH基因突变 和导致镰刀状贫血症的基因突变那样 每个曾经让我们活下来的基因 后来也不可避免的携带着让我们受损的潜在可能 因为环境总是在变 我的一个朋友最近一年连续被骗了两次 他很自责 认为接连中招 主要问题在于自己身上的性格缺陷 我说不是这样的 你不能这么看这两次被骗 你之前多年的成功 也同样源于 你当前认为是性格缺陷的东西 这个所谓的缺陷呢 本质上就是你愿意相信别人 很有亲和力 谁都愿意和你合作的性格特点 也同样是导致你容易被骗的性格特点 原因不在于你 你还是十几年前的你 只不过最近一两年 环境变得太快了而已 其实这就是演化 没有目的 没有设计 有得有失